我们首先同样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宝王喀玛巴 敬礼徒登大吉上师 敬礼坛成三宝 敬礼今天附魔的祖尊 不空坚守观音 师母 敬礼仁波切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十一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女士 谢谢她们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及夫人 韩悟珍女士 美国金石娱乐公司总监 林毅焕先生 中国中教授团 王李教授 顾浩翔教授 蔡国毅教授 蔡国毅教授 叶淑文教授 洪欣怡教授 游江城博士 林俊安医师 世界华光功德会总会长常人上师 台湾区华光功德会理事长李春阳先生 台南市蔡旺 hey 蔡旁前议员代表 敬乙企业公司總经理张宜珍女士 衣林 sente 娛樂公司模特兒林毅齊先生 My University Saint Classman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陳哲霞女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納都雷弘毅先生及夫人納丁曾美亭女士 馬來西亞納都李俊雄先生 大野蠻九次第喜金剛講義及密宗道次第廣論 製作人連月上司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上新燈節目製作人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盧聖梅女士 這裡要感謝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先生 及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女士 三度至真發然 祝賀不空堅守觀音附謀大法會 圓滿成功 陸桂窮打栽十萬元 華山大型文創藝術空間大型拍賣行打栽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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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不空堅守觀音 那麼他的手印 那麼他的手印呢 那麼他的手印呢 是後面的三個指頭樹立 前面的食指跟他的這個大拇指 他是互相相結的 這是不空堅守觀音的手印 他的種子字是白色的 墨 墨字 那麼咒語是 奄阿瑪加菲瑟亞 噴 扮成彩 奉班 扮 他的咒語 那他的這個金聲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三面 每一个面三个眼 每面三个眼 它有四个手臂 一只手拿着镜瓶 一只手拿着莲花 一只手拿着尖手 一只手拿着尖手 另一只手呢 有四只手 看看他的这个 好 另一只手拿着什么 问你们 念珠 好了 因为他这个金身 我看不出念珠 有啦 有念珠啦 但是很小 很小 他主要的 第一个是不空 我上回讲过 你所求的愿望 不空 所以今天主起的非常的多 大家都想不空 不空的话就是满载而归啊 你们祈求什么 不会得到空求 不是空求 而是有实际的 而是有实际的 我们祈愿不空 坚守观音 他的誓言 让所欺验者 他的愿望 能够实现 这个就是不空 这个就是不空 一个是坚守 这个坚守我以前讲过 这个幽民众 有些是迷迷糊糊的 有些是盲目的 有些是别有所思的 他们不愿意到佛国净土 你只要求他 你只要求他不空坚守观音 他那个坚守就可以放下来 把这个人绑住 就到了佛国净土 所以在今天啊 你能够当主起 那就很有把握 把你的这个祖先啊 你希望得到超度的 所有的亲友 都能够接引到佛国净土 那么不空坚守观音啊 他本身啊 他是七个观音当中的一个 那么他的艳力非常的大 七观音之一啊 我们常常讲七观音 七观音之一 他的艳力非常的大 他们的法力也非常的大 追尊观音是很稀有的 非常殊胜的 那今天这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今天这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只送发蓝 没有足旗 没有足旗 然后就看看不空坚守观音啊 你的意思怎么样啊 已经在开票了 已经在开票了 我没有讲要险谁啊 因为这个时候讲险谁是不可以的 那是违反显霸法 那是违反显霸法 对不对 投票已经结束了 一点半就投票结束了 还是四点半 四点半啦 四点就投票结束还是四点半 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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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已经过去了 这样再挤也没效了 再怎么求也没有用了 这个已经成为定局 那我们不说什么呢 对啊 选级 这是台湾的大选 台湾的大选 选总统 副总统 选这个立法委员 另外还要选这个什么 政党票 对不对 你不知道啊 对啊 就三种嘛 选总统 副总统 选立法委员 就是等于国会议员 然后再选一个政党票 政党的票 结果如何 我不知道 不过一定会知道 因为开票出来就知道 我这一次不敢算 不敢算谁会当选 为什么不敢算呢 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媒体算 所以我不敢 我就不算了 所以唯一一次我没有算的 唯一一次我没有算的选级 但是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反正显出来就知道了 我今天呢 讲不空坚守观音 上回我都差不多都讲过了 他主要的愿就是不空跟坚守 七观音之一 那么他的法力跟愿力都非常的强 是一个很殊胜的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有很有慈悲的力量 他经常在世间中度化众生 那么 我的家的坛城 目前台湾的坛城 有两尊很大尊的观音 我的观音非常的多 但是有两尊特大的 一尊就是熬龙观音 熬龙观音 一尊就是如意宝珠观音 如意宝珠观音 那么将来如意宝珠呢 会在这个新竹 新竹的法会 又重新再传一次 就是如意宝珠观音 帮你 那么刚刚这个雷葬师他来这个秦法 秦法的时候他跟我讲要 是一个法会吧 雷杖士是一个法会吗 两场法会 一个是普贤菩萨 一个是金刚所菩萨 一个是普贤菩萨 一个是金刚所菩萨 那么普贤菩萨在什么时候传 二月二十号 二月二十号 二月二十七是金刚所菩萨 二月二十七是金刚所 二月二十号是普贤 因为我的脑海印象里面 只有要传最大的法会就是金刚所菩萨 普贤我不知道 你提醒我 我现在知道了 因为你们突然间讲出两尊 我以为两尊是一次传 原来是每一个法会传一尊 那么普贤菩萨二月二十号是什么日子呢 有没有特别的日子 没有 没有啊 不是过年了 过年以后的法会 过年以后的法会 这样我记住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传普贤菩萨 我只是知道金刚所 所以金刚所菩萨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普贤菩萨就是金刚所菩萨 这是你们不知道的 一般显教就知道 显教认为普贤菩萨就是金刚所菩萨 显教是这样子认为的 有两个讲法 金刚所菩萨 是普贤菩萨的法身 又有一个讲法 金刚所菩萨 是大四字菩萨的法身 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随士 旁边的两个随士 观世音跟大四字 那这两个都有人讲 都有人提到 这金刚所菩萨 是大四字菩萨 金刚所菩萨 是普贤菩萨 都有人提到 那么那个时候在讲 在谈金刚所菩萨 跟普贤菩萨 那大家新年快乐 跪你 然后跪你啊 再几天 再几天跪你 再几天过年啊 二十二天 二十二天 就过年了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 这个 这个是属于农历的年 大家过年愉快 过年快乐 那再来呢 本来讲一些密教大圆满 那么今天 这么盛大的场面啊 我觉得应该大家要谈心 要谈谈心 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口气啊 怎么我们生活中怎么 这多事之秋啊 这么多麻烦的事情 而且吵个不停 其实啊 我这个人没有手机 也没有平板 也没有电脑 我也不懂上网 什么消息 有的不知道 我活得好好的 就是因为有一个费金上司啊 他当了这个师母的侍者 跟联谊上司当了师母的侍者 他天天在上网的 网路什么消息他都告诉我 简直替我找麻烦 你知道吗 这两个哈比人哦 他如果不在师母旁边啊 师母也很少上网 师母本身也是很少上网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 我们两个老的 活得好好的 就是这两个哈比人来捣蛋 其实他们帮忙也很多啦 事实上是这样子啦 这个联谊上司呢 他是煮家事 家事都是他在做 煮饭烧菜做什么事情 都是他在做 洗衣打闸洗地板 全部由联谊上司负责 他是属于身体的劳动 一个心灵的劳动啊 是慧君上司 他是属心的 因为跟他 叫他做什么 他一动也不动 那个跟身体有关 这个慧君上司啊 一做 他就是像如如不动 这个联谊上司 他就跑得很快 一个主家事 一个主心灵方面 解决师母很多的事情 两个都是很好的上司 但是个子一样高 个子一样高 是哈比人 我曾经叫他在澳门 站出来给大家看 今天呢 叫两位 两位哈比人 站出来给大家看 两位啊 站出来 另外两位 这个逝者 高的逝者也站出来 这联谊上司 跟联正法师 在吗 你们先站出来啊 怎么不敢比呢 哎呀 算什么 这看起来就像城隍庙 一个是七爷 一个是八爷 哎 不过这两四位 帮忙很多 谢谢他们 好 请回座 这是师尊的七爷八爷 那师尊就等于是城王爷了 好 闲话少数 这个要讲到正题了 就是这个礼拜非常轰动的主题 所以我有一个亲友住在高雄 他打一通电话给我 我不接电话了 但家里总是有电话吧 我家里有一只电话 他电话给我 他说 你是不是快完蛋了 我说元旦已经过去了 中华民国完蛋已经过去了 现在哪里是什么完蛋 对不对 他说人家在网路上啊 写你 你的五脏六腑啊 全部衰败了 你洒出来的尿啊 是尿蛋白尿 你味道又臭 这个五脏六腑差不多快全部衰败了 我听了以后呢 没有感觉 但是我患了一个毛病 这个病叫什么病啊 这四尿病 就是每天看着我的尿 天啊 既然尿也有问题 那我就傻傻看 看下来 奇怪的 没有泡泡嘞 没有尿蛋白嘞 不对不对不对 看啊 就觉得没有尿蛋白 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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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很失望 我在每一次尿 我都很注意 那极起的浪花 一下子又变成平静 怎么没有泡泡啊 他讲有泡泡了 我怎么会没有 然后我又低头煮啊 低头到这个变桶那里 去嗅看看 看到味道 会不会臭啊 很臭啊 或者是很香啊 诶 嗯 嗯 这样给他拼一下 拼几次都拼没味了 闻不到味道 拼过 让我很痞 吞嘞 thing 内心啊 觉得很痞 怎么没有味道呢 我就拿一个玻璃杯呀 就 DV 拿起来看一下 再闻一下 再用手沾一下 再用舌头舔一下 再闻他这只嘴上 蛮清香的 可以闻吗 可以闻吗 闻了 不是闻久啊 闻了 我就特别喝了一口 很爽 很非常的清香 有点像米露 啤酒 像啤酒 那味道像啤酒 我认为说好 这次一大杯就给他下去 嘖哩 嘖哩 真正放下去 精神北杯 堿公肯肯阿 躺在床裸昇南先生 我告訴你 我从美国出发的时候 我们都要身体检查的 大家知道美国人有一个习惯 半年身体检查一次 我的家庭医院叫做Dotter Go 在Oberlake Hospital 叫我手机号码 该到医院检查 全身检查了 检查出来的结果 这个Family Doctor就说 Congressi 恭喜你 你所有的全部都是蓝色的 全部都是正常的 全部都是阴性反应的 第一个眼睛 1.0 1.1 好吗啊 第二个心跳 我平时心跳是65 但是看到美女我就会变成75 不管是65还是75都是正常 对不对 正常啦 心中正常啦 血压高的122 低的70 党固存 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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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才超过 党固存200才是不及格 我90 有50 有50是好的党固存 40是坏的党固存 我的血糖平均值啊 是5.8 三个月 5.8 超过7的 就是糖尿病就要吃药了 我是平均值是5.8 这样好不好啊 好 肝功能正常 肾功能正常 没有性病 我们检查身体是很彻底的 连性病都检查 我有没有性病 没有 师母 有没有性病 没有 我的 性功能 现在要讲性功能 我72岁了 检查 医生当然不会跟你讲 我性功能是 超级的性功能 超级棒的性功能 三个小时没问题啦 叔母你说对不对 叔母说对啦 我是三个小时没问题的 我告诉你哦 我是打破金事记录的 我练的是什么功 老夫练的是童子功 所以我讲我今年17岁 明年27岁 我今天实在讲实在话 也想在七 我在七十岁的时候 曾经落两点 有一千四百个人看到 露两点 时尊有没有胸肌啊 有没有 扩背肌啊 有没有六块肌啊 有没有 事业线啊 有没有 有没有人一线啊 有没有 有没有 今天哦 如果太太厉害 肌肉很厉害哦 七十二岁也给你拖一拖一拖 不然要跟人家说就软膠肌啊 是说哦 要露三点哦 是防害风化啦 是会防害风化 就一秒钟也不行 尤其是网路直播耶 世界各国都看到耶 这怎么行呢 露两点 我七十岁明明就露过啦 我难道还会消失吗 看过我的胸肌的棘手 我也不少嘛 都可以作证耶 七十岁真的啊 不 棒还是不棒 棒啊 嗯 十准啊 每天练功 告诉你 我早上起来 先写文章 写好文章以后 开始修法 两百下的福利挺身 就在修法里面给他完成 每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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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运动两个小时 没有休息过 每天下午 每天下午运动两个小时 没有休息过 我从2010年回来到今天2016年 这六年当中啊 每天下午运动两个小时 没有停止过 再说我早上起床 我就是按照姚慈吉姆教的 你听好 我一起床 一坐 然后 马上眼睛 闭着眼睛旋转 瞬时钟旋转十四下 然后呢 望向最眼的地方 从窗子望向最眼的地方 两眼睁开 马上看最眼睛 这就是我眼睛从来没有戴过眼镜的原因 要学哦 再来扣尺三十六通 精神统一 要注意你的牙齿如果是年纪大的 有点腐败的 你一扣尺三十六通 不要太用力 不然会把它扣断 扣尺三十六通 这是姚慈吉姆教的 眼睛转十四下 然后闭着眼睛转十四下 然后张着眼睛看最眼的地方 这是眼睛的运动 再来是牙齿的运动 每天早上 扣扣扣扣上牙跟下牙相扣三十六下 精神统一 再来是明耳骨 明耳骨就是两个手把耳朵蒙住 然后弹指四十九下七七四十九 或者是用你的食指点你的颈部 用你的食指点你的颈部 把你的耳朵咽起来点你的颈部 这个一定要做的 这个是明耳骨 表示你老来不会耳朵失聪 记住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眼睛的运动 牙齿的运动 牙齿的运动 跟耳朵的运动 都有了 什么是鼻子的运动呢 久洁佛风救死 久洁佛风救死 什么是脑筋的运动呢 观想救死 多运动呢 晚上洗澡的时候 你把身体全部脱光 这个时候 时针要教你呢 第一个做什么 你如果有肿瘤 没有肿瘤 你都观想瑶瓷金母 陷在虚空之中 然后你索呢 握着肿瘤的地方 你这边肿起来 你就握这里 入房肿起来 就摸你自己的奶 你哪里有肿瘤 有肿瘤 有胃肿瘤 或者有什么胆啊 怎么样子的 你就索摸摸那个地方 然后你就观想 瑶瓷金母放光 白色的光 照你肿瘤 红色的光 照你肿瘤 星际的光 蓝色的光 照你肿瘤 你这个肿瘤打开 啪 就打开了 所有的动物 你都可以观想 从这个肿瘤 这个地方飞出去 人也可以观想 你观想 蜜蜂飞出去 我举一个例子 观想所有的蜜蜂 从这个洞飞走 这是你的致癌流法 致癌流法 你要念瑶瓷金母的奏 Om 金母 息 地 奔 Om 金母 息 地 奔 Om 金母 息 地 奔 一直念 一直观想 这些东西 一直从你的这个肿瘤的地方飞出去 这是教大家 这个消除肿瘤的方法 要记得要这样子做 你脖子上肿瘤 你按脖子 Om 金母 息 地 奔 这个脖子打开 很多的动物 从脖子这样走出来 你过去所杀生的 全部被超渡掉 再来呢 要做什么 就是心脏 你的心脏 跟这边的肺部 你在你的事业线上 五十下 这样一直拉五十下 我看到这个韩社的创办人蔡承阳 心脆耿赛 就是国泰 以前国泰的老板蔡承阳 也是韩社 他是艺术家 他的家里 韩社 这是艺术品的 创办人蔡承阳 心脊耿赛走了 六十六岁 那摩擦五十下 这四叶线的地方叫你摩擦五十下 再来你的忌轮 这是让你无漏法的一个忌轮 用手插你的忌轮 就是妒忌 就是妒忌 朵轮 朵轮的上下方 圆圈 这样子摩擦十四下 这边摩擦十四下 让你能够丹田佛 能够生起来 你无漏法能够强盛 无漏法能够强 下部不会阴冷 再来摩擦你的肾脏 你两边的肾脏 手往后转 摩擦你两边的肾脏 这是帮助你的肾功能 肾衰竭 老人的时候会有肾衰竭的现象 那么记住了 每天摩擦 我认为两百下 我是最少两百下 有时候更多 就是你的肾脏 你的肾脏 两边浪肠 肾脏两边发射 这样你就不会洗身 再来呢 我练助剑法 时尊有一天要表演给你们看 这个也是站起来啊 你用水桶钻一个水啊 师尊上部露起来 下部用毛巾围做 师尊用那个东西啊 东东啊 提水桶给你们看 还要走路 从这边走到那边啊 从这边走到那边 走到这边啊 你会无漏法吗 会不会 会的人啊 哪一个空瓶子 空瓶子在这里啊 Heidiываем 师尊呐到空瓶子那边啊 半杯半杯 半杯 半杯 都是这样 哦 黄金色的 哇 青香托比 哇 然后呢 师尊穿着喇嘛衬 就蹲下去 等一下再站起來給你們看那個杯子 杯子是空的 把所有的尿全部再吸回去 這個就是念童子宮有成啊 穿喇嘛裙就好 裡面沒有藏東西啊 你拿一個杯子空的杯子來啊 我撒一泡再進去啊 然後再來呢 我就蹲在那個杯子 把杯子淹起來啊 喇嘛裙蓋住啦 但是沒有飯喔 也沒有怎麼樣喔 提起 吸起來 把裡面的水全部給人家吸乾 然後再把杯子拿出來給你們看 是空的杯子 沒有 跟你說是真的啦 是真的啦 是真的啦 到今天啦不露圓精 72歲了 點滴都不露 哪裡來的尿蛋白啊 拍攝 教科院教授 告訴你 我剛剛講的腰蜘筋膜 這個法 你不要小事 按照我的方法去起床 不過一下子而已 洗澡前 也不過是一下子而已 你把這些方法做了 對你身體的健康有幫助 这是姚慈金母七大法 我童子宫的念法不告诉你们 因为我如果教了那些色狼 那不得了了 对不对 我如果教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色狼 只是看你能不能控制而已 师真能够控制就不是色狼 你不能控制你就是色狼 其实男生脑海里面想的 人家有计算 说差不多几分钟就会想一次 就会想一次 都是色狼 只有修行的 你意念在佛 意念在奏 意念在观想 意念在慈奏 意念在入三昧地 你就不会偏差 否则全部都是色狼 那女生呢 我不是女生所以不知道 另外我还要提到 师母跟我提醒 这个周休二日 也大家吵个不停 师尊的习惯是每天写作 连礼拜天礼拜六 我都写的 修法也一样 礼拜六礼拜天也都是修法的 我没有一天休息 没有休息过 写作 修法 运动 感恩 欢喜 高兴 都没有休息过 每一天都没有休息 今天精神还是非常的黯然了 所以我讲老子高兴就好 周休二日 我从来无休 没有休息的 这个台湾人有一点不好 就是喜欢写美国 美国周休二日 台湾人也周休二日 而且越休越多 修的比美国还多 这个勤劳你不写 你写的是懒惰 好的不写 在台湾交通是做得很好 西方的交通做得很好 好的不写 坏的偏偏去写 写什么周休二日 台湾拜六 还是礼拜 如果要去禁售 如果要去禁售 都找不到人 都在急诊 对不对 你看以前哪里有这样子 过年的时候想买一个东西 全部跑光光了 以前哪里有过年也开 厨戏都开店 台湾人的勤劳 我发觉越来越没有了 这不对的 第二 我要讲到共餐的问题 大家两边都在吵 这个应该共餐 应该不共餐 联合上司写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 师尊想亲近很多的同盟 可以大家坐在一起 他有时候会谈一谈感应的事 或者谈物的事 或者是一些问题 有一些法要问师尊 这个影音主那天也问了很多的法 有问法 问师尊 师尊也回答了 我就喜欢这个 你说不共餐 那不是我要吃老本吗 对不对 讲不共餐的可以 你主张不共餐 好没问题 师尊赞同你不共餐 那么你把师尊的饭钱给我摊出来 不然师尊自己发现 自己吃饭 和尚是吃十方的 和尚是化炎的 释迦摩尼佛也是天天给人家共餐 你知道提伯达多的 提伯达多的五法宣言里面 有三点 有三点最主要 释迦摩尼佛 住豪宅 植林金色 给孤独言 你为什么可以住那个豪宅呢 就责问释迦摩尼佛 第二个责问 释迦摩尼佛 你怎么可以穿龙袍呢 你应该穿破衣啊 你是修行人 应该穿破衣啊 穿得破破烂烂的 像个阿罗汉 你怎么可以住豪宅 你怎么可以穿龙袍 穿锦衣 第三个问题来了 释迦摩尼佛 你怎么天天中午 早上午时 甚至晚上 都给人家共灾 违反这个好像是说佛陀本身的 这个僧团的戒律 你为什么天天去给人家共灾 所以释迦摩尼佛 是给人家共灾的 为什么 因为提伯达多提出了三个责难 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叫做共灾 对不对啊 怎么声音那么小 应该共灾对不对啊 对 不共灾可以 你到我家来煮饭给我吃 而且一定要 不能讲不能讲 如果你主张不共灾 你带你到家里来煮给我吃 你一定要很煮特别的鲍鱼啊 鱼翅啊 这个好像是说三针海味啊 七针八宝啊 我通通都吃的 七针八宝也可以吃啊 不吃就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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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师尊能超度 季工佛佛为什么吃狗肉 因为他能把那只狗超度 他为什么能喝酒 因为他喝了 就从手里面排出来 你要看我的酒吗 他从手里面可以排出来 你不能排出来 你不能排出来 你没有到达那个境界的 你就不能吃不能喝 要不要师尊偷一下给大家看 就终于结束了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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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脱衣服的瓜 要不要穿下去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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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脱了 好啦 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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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两点 脱两点不算违反红化吧 不算 师尊 预讯 师尊这个人 一生啊 无所谓 無所謂 剩什麼啊 出一個給你們看 連哲跟師母都說不要啦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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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先下去做30下福利挺身 等一下我先下去做30下的福利挺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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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閉起來不要偷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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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